40万一套的别墅 你觉得便宜还是贵呢 我们还中国边境自驾游 来到了内蒙古与俄罗斯的边境小镇 黑山头镇 光听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其实它是属于呼伦贝尔夏的一个小镇 这里有很多马场 这几天米小亚就是在这里的老高马场学的骑马 头两天住在马场内部的蒙古包里 骑马的间隙我们和当地人聊天 才了解到这旁边的一个别墅区 据说只要40万一套 正好里边有别墅是用来做民宿 我们打算住过去看看 据说它这个房子 我问了当地人 它这个房子是正不修的 如果当地人要拿的话 每个人是有一万五的补贴的 那外面卖外地人就没有 这房子是240平 剩下240平 总共就40万 一栋别墅40万 哇 你看 对面就是一间房 它的房型 它两头的房型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到这边去看一下这一间吧 这是一楼 这边是洗手间 这是一群人过来玩还是挺好的 一群人过来玩的话 坐在这里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哇 休闲室 坐在这里摇摇天吃吃东西 在这开个爬 嗯 空爬 对 空上五间房 哇 这是我们住的这间就不看了 太乱了 看看这两头的 楼上的这一头 它是有一个阳台 在这个外边 一个大落地窗 看 对面就是草原啊 这整个对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旁边呢 就全是马场 很近 你可以去骑马 希望马回来在这里休息 哇 这生活太惬意了 明年好想过来住一个月 这里呢 除了这种做民宿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边在搞装修 你看 它的空调装了多少 全都是做民宿的 刚刚一身看下来 我看这里有六七十栋别墅 但是就这么一两户是自己住的 其他就是做一点生意 剩下应该还有几十栋都还没有 足足就会卖出一圈 这边是在哪里 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这里是距离那个满洲里 大概200公里的一个地方 叫黑山头镇 这里是中俄的一个边境 在草原上面 所以很多当地人 他们其实是住在他们的那个牧场那一块 自己搭了蒙古包 或者是弃了小房子的 在自己那里 这正不见的这个项子呢 目前买的人很少 估计我觉得这里 肯定都以后都是外地人来做旅游的生意了 做民宿啊 做餐饮这一块 对 短住一下 对 今年反正有十几家就在这里搞装修复民宿了 但是我是觉得四十万 这么大一栋别墅是真不贵 算吗 四十万如果说是两百四十平的话 多少钱 两千不到一平 还带院子 院子啊 这种公共的面积 给你 太好了 它就在这个路边上 它是在国道331的一个路边上 很敬意国道 太好了 那我问你一个直击心灵的问题 你会买吗 对 我有钱我买 我没钱啊 问一下 你说什么呢 我可能一直不知道 chasing的 是有钱 想象中想 我学的 你们都会想在 Push 你继续 我